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太义实录艺术,作者保证史料知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古代皇帝,为了自己的子嗣的繁衍。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从民间招那大量的妃子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,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宫女,但是皇帝毕竟自己一人,不可能每天都能应付,而且为了能够保证孩子是自己的。 所以想了一个特殊方法,鞭割,古代去当太监的人,一般都是家里没钱养活的小男孩,从小就被送入宫中,另一种则是家境贫寒,难以吃饱穿暖,不得以支下入宫的。 毕竟在古代,不孝有三无后为大,一下子把传宗接代的东西给割掉了,这可是大不尽,所以许多人就是宁恨饿死了,也不当太监,穷人尚且有此志气,更不要说那些医生了。 在每个时代,医生都是受人尊重的,无论是放在哪个地方,都有一定的地位,但是,凡人总有生老病死,就是皇帝飞的也不例外,所以就需要有医生来诊断救治,在那个女子国才便使得年代,医生几乎全部是男性,这下子就非常尴尬,诊断就需要见面,而且有些疾病需要医生出诊, 但是后宫又禁止男子入内,怎么处理这种方法呢,皇帝早就想好了办法,首先,御医入宫的时候,不能自己一人前去,必须三人同行,而且还要出入登记时间,全城有人看管,非常的不自由,医生没去一处,干了什么,怎么做的,说的什么话,都有人专门记录,在那个戒备森严的地方, 多说一句话都可能丧命,别说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,但是见面的方法是解决了,那怎么治病呢,中医讲究个望闻稳切,难免肢体上的接触,平民百姓无可厚非, 但是皇帝的女人可就不行了,这在古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,但是单单使诊脉之一步,就是中医重要的方法,就必须肢体接触,这怎么办呢? 于是这些太医出诊的时候,会专门准备一根红色细绳,将这个细绳绑在患者的脉搏上,两人隔着帘子,御医在帘子的对面,通过红绳子来诊断,虽然这种方法需要高超的记忆,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,但是为了避免误会,每个御医在进攻诊断的时候,都会带着这么一根红色的丝线, 一是防止不贬,二是也是自己的记忆的一种肯定